白腿是难度性比较高 在实战当中又极其少用 但是却极具杀伤力的一种腿法 素有神荣百尾之称 白腿呢 它有前白腿 后白腿 还有腾空白腿 等等等一系列的白腿方法 下面呢 我就把这几种白腿的基本动作 示范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呢 前白腿 前白腿在练习的时候呢 借助你腰力 腰部的力量 大腿带动你的小腿 用你脚底的部位 脚底的部位 往一个在你的正前方 往一个横向面 发力 提膝 弹腿 摆 往一个横的方向 摆出 这是一个前白腿的技能示范 下面呢 我就做一个正常速度的前白腿 给大家看一下 上部白腿示范 上部白腿示范 游费 在练习后摆腿的时候呢 是扭转你的腰部 大腿带动你的小腿 用你脚底的位置击打对方 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 转身 摆 这是一个慢的 基本的一个后摆腿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 我再做一个正常速度的示范 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腾空后摆腿示范 以上我所示范的几种白腿呢 全部是用脚的底部来攻击对方 下面呢 我示范两种比较传统 又比较少用 又比较古怪一点的那个后摆腿 一种是用脚的脚护跟 另外一种是用脚的外侧来攻击对方 这两种腿法呢 都比较适合于在 双方近距离的实战当中运用 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 一种 是用脚护跟来攻击对方 转身 脚护跟 以一个横面的方向 打击对方 再做一遍 另外一种呢 就是用脚的外侧来攻击对方 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 请再看我做一下这两种腿法的正常速度 示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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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白腿呢 因为它的难度性比较高 综合性呢 也比较强 在实战当中呢 也比较少用 所以呢 白腿在实战当中 多数以人的正面 这种人中的薄落环节 还有就是人的侧面 耳部的薄落环节 颈部 还有就是一个 胸口一个心窝的这种薄落环节 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也是方便达到 一招制敌的这种作用 是方便达到 一招制敌的这种薄落环节 是方便达到 一招制敌的这种薄落环节 是方便达到 一招制敌的这种薄落环节